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个分支 上座部佛教 大乘佛教和密乘佛教 而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都是属于大乘佛教的一种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藏传佛教和我们的汉地佛教有很多不同之处 也就使得藏传佛教听起来非常的神秘 小吴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频道 中国鬼鬼排行榜的壮哥 我曾经讲过一期视频是做的关于藏传佛教寻找转世灵童的视频 非常有意思 今天小吴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藏传佛教另外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话题 密宗的双修 在西藏的很多寺庙的壁画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佛像和神像男女拥抱和和 被称为欢喜佛 而女的神像就被称为佛母或者是明肥 灌顶是藏传佛教修密宗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 从一个弟子入密门到修炼最高的无上瑜伽密 会按照不同的境界进行多次的灌顶 密宗的灌顶本认为是最庄严最神圣的仪式 如果一个弟子并没有接受过灌顶 他是不能够阅读任何密宗的经典 否则不但不能修成正果反而会入地狱 那么灌顶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仪式呢 普通的灌顶会在一个四面都会满佛像的一个修道场内进行 受灌者首先要沐浴更衣换上圣装 之后上师将会手持一个装满圣水的宝瓶 将圣水洒到受灌者的头顶 之后在一个用人的头盖骨做成的一个器皿里面 倒上清磕酒让受灌者喝下 这就是一般的灌顶仪式 但是最高级的灌顶还是修炼无上瑜伽密时候的灌顶 在网络上有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啊 是一篇采访不丹的佛母 也就是明妃朱巴基米亚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面 基米亚就讲述了自己是如何成为明妃 以及灌顶的全过程的 无上瑜伽密呢也被称为金刚城 所以修炼无上瑜伽密的弟子呢 也都自称自己为金刚 而不丹的佛母基米亚呢 出生在极各美国王的时代 14岁的基米亚被当时路过自己村庄的金刚朱巴给看上了 就成为了她的佛母 当基米亚的衣袖轻轻地俯过金刚朱巴的身旁 金刚朱巴回头看到面目清秀的基米亚问道 女施主你我颇有缘分 不知可愿与我共修双身大法 在当时那个年代啊 不丹它是政教合一的一个国家 所以当时的女性就认为 能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佛法 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耀 所以14岁的基米亚就欣然同意了 金刚朱巴呢 作为无上瑜伽秘的修行弟子呢 就把基米亚带到了亭部的一间大寺庙里面 找到了自己的上师 鲁巴 大金刚鲁巴 在大金刚鲁巴的修行秘室里面有一个围杖 无上瑜伽秘的灌顶仪式呢 就是在围杖那里进行的 大金刚鲁巴对基米亚进行十分庄严的金刚莲花仪式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名非加持 俗女生关空后生天女生 说明白一点就是说 世俗的一个处女的身体 被大金刚鲁巴关空之后 就变成了天女的身体 在名非加持关空之后呢 大金刚鲁巴呢 就斜基米亚进入围杖之内 实施男女合和大定 这个时候弟子鲁巴呢 在帐外一步遮目跪后 在进行男女合和大定的时候 大金刚鲁巴师傅是完全不能动的 坐在那里 把思想完全集中于体验大乐之上 所有的动作都由明非基米亚完成 在合和大定结束之后呢 大金刚鲁巴斜一丝不挂的明非基米亚 走到墓前 用自己的大拇指和无名指 从明非的双腿处取出 红白二珠摩尼堡 红珠就是处女血 白珠就是上师鲁巴 在进行男女合和大定时排出的体验 之后将红白二珠摩尼堡 放入受灌顶的弟子珠巴的口中 这个时候珠巴呢 要诵读金刚慢经 同时念下红白二珠摩尼堡 之后大金刚上师鲁巴呢 斜着明非基米亚的手 放入弟子珠巴的手心内说道 诸佛为证 将依授辱 意思就是各位佛祖为上 为我作证 我将此女授予你 与你共修双身大法 金刚上师鲁巴呢 还会告诫自己的弟子 在修行时 要谨遵密宗修行时的礼仪 不可贪图淫语 否则不成正果要入地狱 受明非的礼弊之后呢 大师鲁巴会命令自己的弟子珠巴 走到围仗后面 模仿自己刚才 再次进行男女和和大地 这个就是无上瑜伽密灌顶的全过程 小巫说的比较隐晦啊 但是能懂的大家应该都懂 所以从过程中我们也不难看出 为什么说这个西藏的密宗 双修大法会这么受到争议 释迦摩尼佛在成佛之前曾经说过 邪淫不除 尘不可出 而藏传佛教的密宗修行呢 他也是认为只有真正体会了隐喻 才能够戒隐喻 钟立提曾经出演过一部 讲藏传佛教的电影叫做《轮回》 电影中呢 在海拔一千五百米的高原上 一对骑着马匹的僧人呢 在一个山洞中接回了一位 苦修了三年的高僧达士 达士在五岁的时候 便开始入寺进行修行 二十几岁的时候便有了一番修为 经过三年苦修回来的达士 他对于佛法的造诣 甚至得到了寺中转世活佛的称赞 回来寺庙之后 不久呢 达士就开始参加各种各样的祭祀活动 在出席寺庙中的一个祭祀活动中的时候 众人中有一位正在哺乳的妇女 她雪白的双风映入了达士的眼帘 五岁便开始修行的达士 这是她第一次见到女性的身体 诶 那是什么 她有我没有诶 这个时候达士青春躁动的心 再也不听她自己佛法的使唤了 三年的苦修并没有能够减断 达士与世俗的因缘 有一天晚上达士的师兄正在房间里面念经 这个时候突然听到隔壁房间传来一阵非常奇怪的声音声 师兄就走到了那个房间里去看 一看原来是达士在做春梦 又一次在一年一度的丰收庆典上 庙里的众僧人就受邀到山下的一个村庄里伴村民去祈福 但是在这一次活动中的达士邂逅了美丽的村姑瑟马 从此以后色马美丽的身影从达士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在佛法和欲望的不断挣扎中 达士终于有一天忍不住了 她跑过去问师父说 师父 佛祖在当时顿悟佛法之前也是经历了一切世俗的 而我呢五岁就开始入寺修行 我没有经历过世俗又该如何出世呢 这对于我来说太不公平了 听着达士发自内心的拷问 师父早就看穿了达士的想法 小样你不就想去找那村姑吗 于是师父呢就允许了达士还俗的想法 还俗之后的达士马不停蹄的就来到了色马的村庄 干柴烈火的两个人很快就进行了男女和和之定 之后达士还娶了色马为妻 从此以后达士再也不用用做春梦来每晚填补自己的空虚了 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世俗中 色马的肚子一天天的大起来 但生活不可能总是只有情侣爱的 达士在还俗下山之后呢 体验了人间的冷暖 体验了弱肉强食 有了妻子 有了孩子 甚至还有了小三 终于有一天 多年未见的师兄来到村庄找到了达士 并且带来了师父病危的消息 师兄问达士说 师父快不行了 你还记得你是谁吗 在经历了世俗的种种之后 看着远道而来的师兄 达士已经做出了决定 他终于明白自己的本心在世俗中所体会的快乐 远远比不上他在修行中所获得的快乐多 达士又一次剃掉了自己的头发 换上了修行装 准备回寺庙 在达士牵着马匹挥寺庙的路上 瑟马就在那里等着他 瑟马对达士说道 耶稣陀罗嫁给了释迦摩尼 在释迦摩尼为寻求佛法离开的那一天 耶稣陀罗和孩子正在熟睡 而后世人们只记得释迦摩尼如何的普度众生 大慈大悲 但是每当孩子在夜晚中问起我父亲是谁 他在哪时 耶稣陀罗又该如何回答呢 缘起时尽 缘尽海无 不碍如是 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呢 关于藏传佛教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帮我点赞订阅和转发 那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